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当时著名的油画家 1943年 常先生到了敦煌 开始致力于敦煌艺术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被后人赞誉为敦煌的守护神 过了中国的十一黄金周 敦煌就安静了下来 其实出了每年夏秋两三个月的旅游季节 在大摩戈壁深处的敦煌都这么安静 与上个世纪初常树恒先生来到的时候 几乎一样 与外面的清冷不同 在墨高窟的洞窟里却十分繁忙 专家们正在利用现代数码科技 对整个洞窟的壁画实施逐格采集 这些采集获得的数据 传输到外面的实验室中 再由专业科技人员进行数字化集成 最后复原出1比1的高清晰图像 大概有多长时间才能完成这个拼解 墨高窟有内容的有492个洞窟 那么现在拼接完成了将近有40个洞窟 因为壁画本身在洞窟里边 它有一些形变 它是非镜面的 所以采集是有困难的 那么拼接也是有困难 中国正在实施的数字敦煌工程 将为墨高窟设立起一个完整的数字档案 让这座人类艺术宝库容颜不改 青春永驻 吴老师这个像两个粽子的 这个是在做什么 像两个粽子 其实它是一个试管 一孔试管 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设计的一个对照实验 也就是说有一组试管里 它只是加了一些营养 然后让微生物生长 另一组试管里 它不但加了营养 它还加了一些 最容易壁画绘制的矿物颜料 我们重点是 看一下这个微生物 它对颜料变色 它的贡献有多少 那么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呢 我们是用 现在用一个显微镜 然后来看这个壁画的 它那个层位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像颜料是否发生了一些变色 它的颗粒有多大 然后它的层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就是了解 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 壁画它制作的一个工艺 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 为敦煌壁画的保护和修复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正是在这些来自不同领域专家的 共同努力之下 才使得这些历经千年的精美壁画 得以重现美丽 球师傅您在这边有巡视的面积有多大 这边是这个麦桑方空砂杂杂杂的面积是114万平方米 对 这旁边这个小风筷是什么呢 这就是麦桑方空砂杂杂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 是戈壁沙漠中的一片脆弱绿洲 如何减少风沙对洞窟和壁画的侵蚀和危害 一代代敦煌保护专家想尽了办法 敦煌的这个保护呢 就是我们要从它那个大的环境而出 现在就是把这个露清它的这个环境 哪些是对这个文化本体啊 共同卫性 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 这在我们在库顶三角形丁络 完了这在是冠门铃带 这什么也是房子杀杠 然后这个就是历史房子 通过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生物固砂技术 三十多年来 敦煌库区的击砂减少了近九成 每年的清扫量已由四千立方米 降低到了不足三百立方米 历经千年风沙危害的墨高窟 终于重新焕发出了生机 敦煌墨高窟 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截至2015年 世界遗产名录中 中国占有48个项目 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位 如今像敦煌墨高窟保护一样 中国正在各个方面 加强与国际间交流合作 完善文物保护的运行机制 和管理体制 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极高评价 从常说红先生算起 一批有一批各类专家来到了这里 如今已经是第四代了 敦煌充满魅力 敦煌也充满寂寞 敦煌有那些最现代化的保护措施 敦煌也有那些一笔一划描墨的零模式 他们几乎和工匠一样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做着永远也做不完的相同工作 敦煌美术研究所的艺术家 大都毕业于中国著名的美术院校 如今 他们正不遗余力地 临摹着一个个洞窟中 不同时代 不同风格的精美壁画 高鹏 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高级美术师 1980年受常书洪先生聘用 来到了敦煌 我们刚来的时候 喝的水都是前面那个沟里流的水 冬天砸那个冰块 那个时候很艰苦 在敦煌工作的35年中 高鹏用自己精湛的画迹 让许多已成孤本的壁画 重获新生 可是他个人的生活却遭遇变故 经历了婚姻失败 骨肉分离之苦 就我太太她走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这个感觉 就说我要留下来 这个婚姻就完了 其实也是为了孩子和婚姻 就说是觉得应该要出去 还是要生活在一块 但是对于个人来讲 就是事业和自己的状态来看以后 我觉得我更适合于在这个地方 原本可以成为艺术家 如今却成为了 干手寂寞的艺术守护者 对此选择 高鹏并不后悔 我理解就是说是长老先生 也是喜欢着 喜欢东黄的文化 后来我想就是说是价值观不一样 对精神的东西 我们领会到的时候 那是绝对的是享受 2016年5月 墨高窟壁画将第一次 以整窟复制的形式走出国门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 展示来自东方的美丽 这应该是对高鹏和许多 像他一样默默无闻的 敦煌守护者最好的回报 事件过去了快一个时机 高老师和长先生的故事 几乎一样 一个中国人出了黑头发 黑眼金黄皮肤 更重要的可能是一种 嫁过情怀 这是一种信仰 让每个人的精神有了贵束 生命有了意义 这应该是中华文化 生生不细的原因吧 文物作为一个国家不可再生极为稀缺的文化及精神资源 它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 2014年 中国用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专项经费 就达到了80亿 今天 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 在保护理念 技术创新 人才队伍培养 法规制度建设等方面 都已经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为传承中华文脉 促进全人类的文明和谐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与文物相遇 去探寻他们背后的故事 让罗音音明白 一个人 只要他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 只要他是炎黄子孙 那么无论他身处何地 哪怕移民海外嫁去洋人 他就仍是拆逆子 就像罗音音的爸爸 至今坚称自己是一名华人 中国和英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虽然地处亚欧两端 却彼此吸引 像上世纪 常授红先生去欧洲留学一样 如今像我一样 来中国留学的欧洲年轻人 也越来越多 中华文化不仅属于中国 也属于全人类 从中汲取智慧 我们会变得更聪明 更暴容 世界也会变得更和平 更美好 中国这么大 永远度不完 再会 我爱 迎是哪一家 DIY 莎世比亚 在黄奠或听打电话 应该买的玫瑰花 你爱你 我爱你